差不多了 另外说了两句 串谋杀警案 串谋杀警案不只是煽动 有具体行动 这件事真的皆大欢喜 但其实六个被告脱罪 其实不是所有被告脱罪 因为之前有七个认罪 这件事其实复杂 其实都很难跟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法庭新闻断绝和宠 除非你很专注 好像法庭线 有专人整个组织去跟 所以没办法 这件事都是跟不着 但我知道这件案的审案过程里面 其实法庭里面争拗了很多 那些警权濫暴的问题 我刚才说过许宝强 我刚才说过许宝强 涂轮小队 因为那些警察 首先 冻灰的人 涂轮小队 即是冻灰的队长 其实他就改写过自己的公词 而中间 是有被警察去脅迫的情节 因为这件事有陪审团 其实有这些警权濫暴的阴影底下 其实就很难告得进去 之后你怎样去交代都很难 因为其实真的 是很判断的 因为现在去告他们几件事 主要就是串谋杀警案 包括危害生命财产 造成严重的爆炸 五个人脱罪 一个人罪成 也是 然后串谋提供洗黑钱 籌集资产 有个女被告 主要就是管财政 现在都没事 张晋库 串谋对明彪的财务 罪脱 这些全部判的 今天就皆大欢喜 即是有陪审团的案件 就是这样 其实就等于2014年被捕的一干人等 有陪审团 你会见到的 警察是濫告 令到你很麻烦 但问题是很多事情真的不成案 所以李桂华 今天有人问他 今天有两宗案 立场新闻案 屠龙小队案 他都出庭听审 那他就说 那些人问他屠龙案的问题 他说法庭判决 我作为执法者 我就不方便评论 但这件事很严重的 有真枪有长枪有炸药 炸药的份量可以炸死人 唯有这件事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警方呢 就非常着重这一类案件 我们会继续保障我们香港人 在香港生活的人的人 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 就是说这些东西 是吧 也免得说 因为太疼了 你老屈别人恐怖主义 最后来不成立 就是你今时今日 就很难接受 对于他们来说 回回网友先 之后会不会做够陪审员 不会的 那些是平民来的 很好笑 今天法官就说 体量这六个陪审员 付出这么多时间 五十多日的审讯 所以说 免除他们终身 再做陪审员的责任 那当然 终身免疫 终身免疫的意思就是 知道未来会有很多政治案件 如果再去找这些人 怎样都会打不掉 很糟糕的 哈哈哈哈 吴志鸿呢 因为他没有出过庭 因为他很早的时候认罪 断政认罪 但这人是大哥 他主要是在大救那里接钱 这个人是 大救就是 我先回回汤汪 立场有没有陪审员 没有 没有的 没有的 律政司指定有些特别的案件 是不会有陪审员的 那除了说立场新闻案 国安案就不会有 第一个案不会有 第二很多煽动案 都是不会有的 这个混蛋 这个汤家驊 就是作为一个资深大律师 说这些话 相信法官多个陪审团 就是说法官想判他们有罪的 那些陪审团呢 不是专业的 都不是专业的 法律工作者不懂事 所以如果不是这些陪审团 左头左勢 一早就进入他们了 是不是 他说相信法官多个陪审团 这个是不是很像正义回囊 里面那个什么 里面黄敏德 黄敏德又是很鄙视的陪审团 不是 你讲的那些毒舌大狀 对 毒舌大狀 黄敏德怎么说 你不记得吗 我不记得 如果你说正义回囊 那你就会看到 叶韵怡作为一个陪审员 他都在问 我感觉上 觉得麦佩东 就是肥仔是有问题的 但是 在证据面前 他没有问题 我仍然 应该是根据疑点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 他确认他没有罪才是这样的 Jayson Taylor 还押了四年 有什么索償 没有了 其实你就 你是坐冤獄 真的是冤獄 现在最后没有罪成 现在是 但是你付出金钱时间 这样折磨法 你不幸 你就不幸 但是最重要的是结果 结果就没事了 但是你起码 这样计算的话 如果只是这些案子 只是这些判断的话 全部都清掉 就是没有案底 法官受过专业训练 懂得把个人情感和证据分开 证据判券分开 认为陪审员未经过训练 不能够分开 他说陪审团 在个人情感上 或者比较难排除 所以你问我 我个人觉得 相信法官的陪审团 即是法官够理性 那些陪审团就没有了 是吧 就讲情感 我反过来 那些网友 你现在信 信这帮陪审员 还是信郭伟健的人 是呀 你真是 意思就是说 你陪审完 我要再教育 如果他这样说的话 大概是 为什么会同情黑暴呢 这个就是 他们不敢面对 因为是黑暴的胜利 他们眼中的黑暴的胜利 这个是 是吧 因为你们做的仆义多 无所不用其极 是吧 濫用私刑 濫用私刑 就是这个 正义回囊 是吧 里面的哪个 金刀大厦 是金刀大厦 你濫用私刑 其实整个过程 所有东西都是不宜 不公道 不公道 你做工的东西 都不公道 其实是 是不是 你甚至说 2014年 九成的检控 都说明 是警察自己 乱禁 乱禁 在那栽桩 在那栽货 在那栽货 现在的法庭新闻 大家都有这样的印象 就算数了 那 其实 今天六个 是不是 整个七个 张晋库一个 是有一个 转货 就入罪了 因为他自己认了 因为他开审之前 就认了管有爆炸品 和毛牌枪械 但是 因为这件事 好像判了18个月 判了18个月 现在就已经坐足了 所以其实今天 所有人 六男七女 都可以 当庭释放 起码就 祝福他们 其实他们应该快点走 因为 我怕律政司会上诉 会不会上诉 有陪审团的案 会不会上诉 可不可以上诉 我们之前都说过 其实任何案件 都有机会上诉 第一就是打事实 第二就是打法律观点 第三个程序 三样东西 如果律政司 你不要等他研究 我认为立刻走了 立刻走了 你以他们赶尽杀绝的姿态 还有 你现在吃月饼 你买月饼 支援他们 你说再囚手足 他都不放过你 何况他现在说 你现在没有罪的 屠龙小队 现在被判 没有面子 没有面子 不是说候鸟月饼 现在就买了 他就说 野蛮程度太厉害了 今天独媒也有 光泉媒也有访问他们 而珠光伟负责的候鸟 就说 食环署 又派几队人去巡查他们的仓库 其实这个是针对式的 又关照 又针对他们去做执法 食环署 又查封他们的仓库 朱光伟之前都已经买了 这个环外放映会 食环特意放蛇 说他们需要这个限聚令 做保险都被人搞 有很多不同的政府部门巡查 就说 现在被查封了仓库之后 或者会面临检控未完 月饼就没得卖了 月饼现在交美货 就没得再做了 但是 之前 你说做仓库 管仓库的人 可能会被被检控 他就说 这个什么生产商 制造商 之后介绍另一个生产商 是生产商 又收到恐吓电话 是知道他家人的身份 这样 这不是黑社会所谓 是吧 就算你说正义回廊 金刀大合都不会做到这样 然后搞到 这个 如果继续向后料出货 就后果自负 无奈之下都要安排退款 外国订单 我们知道 已经交了 但是 你帮他做生产的 我知道你老爸老母 你地址在哪里 是不是哪里 哪里 你不就是说回 当日徐少华 这个占宗十死是宿沙的原因 他觉得 徐少华 在很多个场合都说过 你甚至搞他家人都没问题 大问题 你搞到他拍了 你做月饼 真的不用那么绝 而且其实都没有什么 不是什么大件事 你说支援他们 但是 其实任何独裁政权 如果你是极权的独裁政权 他就有结癖 他有病态的结癖 总之 你这班人 开开心心 总之 其实 你还是有尊严的生活 他就看你不顺眼 这个就是 你不要看香港现在 你说表面上 好像很和平 但是你暗流涌动 这就叫暗流涌动 夏宝龙所说的暗流涌动 所以就要拉勾他 既然暗流涌动 就要先发制人 是吧 这样 差不多了 这一节来到这里 我们大概五分钟后 五分钟后再来 好吗 很快这样之后 五分钟后再来 见面 好 OK 开playlist 麻烦你 四件事 刚才太急了 没说了 开playlist OK 待会回来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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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